来了 加油 大家好 我是来自五年级三班的朱雅琪 今天我想说说 关于我爸爸的事 我的爸爸 是蓝天救援队的志愿者 我很崇拜他 哦 蓝天救援队 我的爸爸很有爱心 会带别的小朋友出去玩 会组织我们做爱心 一脉捐款给山区的小朋友 更会在危险之中 不顾自己的性命去救助陌生人 记得有一次 他在林乡的洪水中救人 那一天正好下大暴雨 突然爸爸坐的皮划挺的 发动机失控了 爸爸的衣服被搅了进去 差一点就搭伤了自己的性命 不 可是爸爸你知道吗 在你做这些事的同时 虽然我能理解 可我还是吃醋了 因为这件事 让你对我的关注变少了 十年里 你就陪我写过一次作业 不 十年里的这些作业 我也想向你医院去帮助其他人啊 所以你以后能不能带我一起出去啊 詹詹 我不是每次带你去山区 你不是不愿意去吗 你跑了我大哥 下次我们一起去好不好 好 一起去看那个姐姐好不好 好 好 为什么呢 不喜欢她 这个反应很真实 很真实 你为什么 对于爸爸帮助过的那个姐姐 就是心里有个梗呢 帮助不喜欢她 好 爸爸以后有时间多带你出去 一起去 帮助别人好不好 你看这国庆都没带我 这个国庆 我要做相关的训练去了 所以下次我一定多长时间陪你 陪你好不好 好 你陪我多多做运动好不好 好不好 那你要我答应你 你也要答应我一起去吗 那你一哈就让我跑五国圈 要不要去给爸爸 嗯 也试一下 爸爸不知道怎么陪孩子 你也不跟我一起 好 现在我陪你一起 雅琪 哈喽雅琪爸爸 雅琪你好 哎呦 不这么伤心啊 嗯 雅琪爸爸你好 你好你好 您刚才有说到说 呃我们一起去山区里看一个小姐姐 呃 是我以前搬住的一个小朋友 一个留守孤儿 比他稍微大一岁 我们能感觉到他不是不喜欢那个小姐姐 他是不想觉得还有一个女孩在您的心目中比他更重要 嗯 嗯 可是您是你是不是吃醋了 嗯 嗯 很 很直白 回答得很直白 对 他希望他在您心中是那个最重要的小公主 嗯 他不一定是他在外面忙 他经常心的待在外面去探洞 哦去探洞 嗯 去探险对不对 对对对探险 所以你是觉得爸爸在外面玩然后不陪你是吗 哦 爸爸那个也不算是玩吧 那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对 而且然后呢接下来我又听到雅琪的爸爸提出了好几个陪雅琪的方案 听着可能就更让雅琪绝望了嗯 爸爸说 好我陪你去跑步 去健身 去运动 吓死了 雅琪爸爸 体察一下这个年龄段的女孩 对玩乐的需求 对对对 我会从一些根本的 呃 方式去改变一些吧 我们期待着雅琪的爸爸可以在 像游乐场这样的地方陪雅琪更多的玩一玩 然后我们也期待着雅琪自己有一个全新的 意愿要下次跟爸爸一起去探动 你不能怕黑哦 你别到灯里面 哇我怕啊 好黑啊 不行啊 会不会啊 你怕黑啊 不会吧 我怕黑 怕黑 为了能跟爸爸一起去探动 你愿不愿意去克服这个怕黑的毛病 好跟他一起去好不好 一点点学 嗯 去吧 去爸爸爸爸 谢谢雅琪 谢谢雅琪爸爸 谢谢雅琪爸爸 谢谢雅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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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太喜欢雅琪的反应了 这就是一个女儿在家里跟爸爸撒泼撒娇打滚的那种感觉 最真实的反应 哈哈哈 手拉了手 爸爸开心的 像个三岁的孩子 哈哈哈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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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。